最近我接到一些客户的案件 跌到一些移民的工作陷阱 隔星期跟朋友吃饭 就会说起这个朋友有打算移民去哪里 那个朋友隔几个月就离开香港了 不想面对但始终是一个事实 就是香港现在面对一个很大的移民潮 移民的考虑我相信有很多因素 包括生活方式的选择 医疗 教育 甚至乎工作 移民后都要替自己的工作长远做一个打算 我相信香港的工作和收入能力 仍然在世界上是一个领先的地位 最近我接到一些客户的案件 跌到一些移民的工作陷阱 案主就本来安排了移民 早在大概半年之前的时间 就已经在香港 稳定一些了解多些有关移民之后的生活上的种种 会加入一些社交媒体上的关注组 尽量去收集多些资料 关于当地生活 医疗 教育 甚至乎工作机会等等 在社交媒体上的朋友 就有人联络这位案主 就说他当地的国家 就已经设立了公司了 就经营着一些香港人比较熟悉的工种 例如开餐厅 做零售等等 于是就跟案主说 不如我们夹份 你侵股到我们公司那里 那我们一起在当地 就可以经营这个生意了 那案主也都担心自己过去 一时三刻未必那么快会找到工作的 于是觉得做生意 也都未尝是出路 好 畢竟移民都是预备做一些资金 那这些资金拿来投资 做一个自己的生意 自己做老板 都可以一时 于是就把钱交给 这个社交媒体上的朋友 那想着过去就可以做老板 问题就出在钱给了之后 开始询问这个朋友 你又说在那边生意已经开始了 收入怎么样 有什么支出的 每月有没有盈利的 这样开始不复习了 甚至乎就会问再追问 案主开始心急了 我是不是已经登记了 在当地公司的老板之一 有没有登记记录 再不复了 开始没有人应机了 跟着案主问我们 习律师我可以怎么办呢 很明显这个案主 已经跌下了一些 移民的工作陷阱了 做生意本身不是一个问题 最重要是均均均均均 清清楚楚 不妨把说好的东西 用一张合同去记录下 起码有白纸黑纸的证据 另外更加要清楚 跟你合作的人的背景 你掌握得到他的多少资料 掌握得到他的资料越多 你日后去追究的机会也越大 甚至乎最好找个律师 简单起草一份股东合作 或者生意合作的合约 其实很多客户都会问 同人做生意是不是要说个信字 当然是要说个信字 但是信字的基础以上 还有一个互相坦诚的 你怎知道合作的拍档 是不是有坦诚的 是不是信得过的 最好的办法 就是叫他签回一份股东协议书 在跟他认真签股东协议书的时候 谈清楚项目下 什么时候付钱 怎么付 有什么文件要交换 就好像一块照妖镜那样 照清楚对方 是不是真的有诚意 跟你合作做生意 亦或是一个商业骗案 各位朋友 如果有任何关于合伙做生意的疑问 欢迎随时跟我们联络 多谢各位 各位如果有兴趣 跟朋友夹份做生意的 有问题的不妨联络我们 更加希望各位朋友 记得订阅 subscribe我们的频道 我们频道很需要大家支持 我们会继续努力制作更多 法律和生活有关的短片 跟大家分享 多谢各位